女主的一番烧操作将女儿彻底完封 一个首富妻子居然在大马路疯了一样逃窜 而就在一天前 在家门口遇到的陌生人 就是男主安排的女保镖 会随时提供保护 防止被妻子和岳父伤害 这一连串明目张胆的行动 已经让甲妈妈紧张 担心她对首富动了真情 把复仇大事都给忘光了 所有事都能够隐瞒 唯独爱一个人的眼神是无法隐藏的 两个人争吵不休 醉醺醺的老公却突然闯入 质问她今天在老板办公室 究竟干了什么 和老板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个只会摇尾起怜的男人 却胆敢未经她的同意 就抓得满手红印 她终于说出了实话 这些不在家的日子 都是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和老板的亲密关系 让老公心如刀割 她选择了收拾行李 要离开这个仇人老公的家 面对妻子的坚决 这个懦弱的男人 又重新变回了一条狗 求着让她不要离开 实在是太可笑了 迫害自己一家的老公 也终于要面临惩罚 而甲妈妈的祖兰 也换不来她的让步 怎么可能由着她任性 这可是养虎为患 在她眼里 所有人都只是工具而已 她把资料给了私家侦探 在司机成熟时 将女主的身份透露给首富 与其养大成虎 还不如自己亲手解决 甲妈妈看起来并不太想复仇 而只是想说控制欲而已 复仇还没成功 团队就嫌内讧 这场闹剧是越来越狗血了 她一个人住进了监控室 看着复仇漩涡里的人 没有一个人有好结果 老公借酒消愁 度日如年 最可怜的还是这个女儿 又要再一次失去妈妈了 男儿也用自己的方式 比女主更深入的 昏入了最大反派的老巢 而那个迫害自己妈妈的仇人 还在找保镖发现怒火 终于接到了女主的电话 声称查出了老公的行人 将送给自己做礼物的豪车 谎称是行人行驶在路上 他带着保镖一路狂追 狂躁地吹出彩牙游门 他倒要看看是哪个妖艳见惑 居然敢碰自己男人 女儿疯起来 完全就是一个魔鬼 遥穿而下 非常意外的居然是女保镖 这一切都是女主的布局 他让保镖来接自己 却把行踪都告诉了首富妻子 导演了这场追车相撞的戏码 警笛声哄鸣而来 他和保镖的秘密关系 绝对不能成为焦点 警笛声哄鸣